用餐民眾手指血流如注 餐廳員工急忙上前協助包紮 其他人看了也嚇壞 吃飯吃到一半 怎麼會被餐桌割傷 一公分的碎玻璃 刺入民眾手指頭 仔細看原來是桌上的轉盤 均連亮霍 原先還使用膠帶暫時黏住 而傷者其實是台中市勞工局長 餐廳員工緊急換來 離一組轉盤 29號當晚勞工局長張大春 前往台中市南屯區 一家知名餐廳用餐 沒想到吃頓飯意外遭轉盤割傷 來到事發餐廳業者解釋 當天在搬運過程 玻璃轉盤意外遭撞擊 先貼膠帶補救 卻刺傷消費者 釣不到新的 所以只好使用一些事件的處理 那可能處理方式沒有處理得到好 然後剛好我們這個熱帳人說 因為盤子我們的菜是很熱 邊緣有一些風力沒有處理好 業者強調已經向消費者道歉 也檢查過所有轉盤 不希望這起事件影響消費者信心 記者陳廣睿 王百英台中采訪報導 本節目中采訪報導 那是兩位小伯母